您好,欢迎您走进MAS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谈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 用芒果引擎实现芒果数据库的访问初步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芒果引擎 芒果引擎是一种对象文档影射库 它的功能类似于ORM 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对象关系影射库 它的用法也类似于ORM 因此芒果引擎我们可以对照前面我们学期的Secure Alchemy来进行学习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芒果引擎的安装方法 它的安装方法和Python的其他库的安装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种方法就是使用管理员方式运行命令提示符 然后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这条命令 我们就可以从网络上安装芒果引擎 如果你没有网络 也可以直接从Pype的网站上下载芒果引擎 然后把它解压开运行Python Setup Install 就可以将这个软件安装上去 那么这就是我们安装的方法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如何使用芒果引擎 在我们学习使用步骤的时候 同时呢在交互式环境下进行实例演示 因为实例演示我们需要启动芒果数据库 所以呢我们下面首先启动芒果数据库 同样的仍然在命令提示符下 运行芒果数据库的服务程序 这样芒果数据库就启动了 首先我们看看它的使用步骤 第一步就是连接芒果数据库 连接芒果数据库呢 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就是调用芒果引擎的Connect函数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 在交互式环境下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导入芒果引擎中的相关的函数 我们将芒果引擎中的所有的函数 以及相关的对象全部导入 导入完成以后 就可以直接调用Connect函数 来连接芒果数据库 那么这里面首先我们指定数据库的名称 当然了由于我们这里面是连接本机的数据库 所以呢也是默认端口 所以这里面只提供数据库名称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看它返回了一个MongoClient 实际上芒果引擎是通过PyMongo来访问MongoDB数据库的 因此我们在安装芒果引擎之前 也应该安装PyMongo 到我们连接之后 第二步就可以定义影射类了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如何定义影射类 影射类首先要继承Document 那么这个Document就是Mongo引擎当中的一个对象 继承的方式就像Python中的基本语法一样 非常简单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User来继承Document 下面我们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那么也就是一个classUser 它继承了Document 然后呢我们再为这个类创建一些类属性 这些类属性呢就是一些鉴质的对象 比如Name对应的是StreamField 那么也就是Name是字符类型 而UID是整数类型 那么这些呢都是列的类型 在Mongo引擎中列的类型 我们这个地方呢都已经把它列出来了 列的类型包括最常用的StreamField 那么StreamField呢就代表是字符串类型 所以在建立字符串类型时 我们还可以给字符串类型一些限制条件 比如利用某个正的表达式来进行匹配 匹配成功 那么就可以接受这个字符串 不成功呢就不可以接受 然后我们还可以指定这个键所对应的字符串 它的最大的长度 也就是说有多少个字符 最小的长度 那么最少呢允许有多少个字符 在默认情况下都是不指定的 第二个是RNTField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整数的类型 也就是它所建立的这个字符 为整数类型的见值 它也具有两个默认的参数 一个是最小值 一个是最大值 同样用它来定义 给这个见不值的时候 它的大小范围 下面一个呢是FloatField 那么就是符点类型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带小说的这样一些数据类型 当然它也有最小值最大值 紧接着是FullingField 就是一个布尔形的列 然后是DeadTimeField 那么就是一个日期时间列 然后是ListField 从字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 它就是一个可以插入列表的这么一个列 然后是字典类型 还有呢 ReferenceField 那么就是一个参照类型 也就是当前的这个类 或者说这张这个表参照呢 其他的表 那么就是参照类型 然后是SequenceField 这个列类型用于自动产生一个整数序列 常用于我们制定一些组件 并且呢 我们在复制的时候 这个SequenceField是不用复制的 它会自动呢 以增加的方式来进行复制 比如我们刚刚插入的一个ID号为1 然后呢 下一个它会自动产生为2 使用这些列类型 其实呢 还有一些通用参数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 通用参数包括哪些 这些通用参数 是可以在以上所有的列类型当中使用的 包括Default 也就是为某一个列 或者是某一种类型的数值类型 指定一个默认值 而且这里面的默认值 是可以 可以指定为一个可调用类型 也就是是一个函数啊 等等 只要它能返回一个符合这里面条件的值 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required required就是指这个列继续复制 当它为处的时候 当它为默认值Fault的时候呢 不复制是可以的 然后是primaryK 那么就是代表当前所建立的这个列 是一个组件 它不允许在插入的时候数据重复 然后是now now呢 它的取值是true和fault 那么primaryK也是true和fault 那么now是true和fault呢 就代表这个列 我们在复制的时候是否可以为空 也就是对它不进行复制 然后是choices choices呢是指我们在对这些列 复制的时候呢 指定一个列表的范围 那么也就是我们指定范围以后 比如说字符串 那么只能选这几个字符 其他的字符串是不允许输入的 那么这是choices 然后是unique 那么unique它的作用就是使当前列的值 只能是唯一的 不允许有重复的 那么有点呢 和primaryK类似 但是呢 它不是主件 那么这是通用参数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我们定义一个 比这个简单例子稍微复杂一点的 一个user类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 uid 也就是一个组件 我们使用 sequence field 让它自动生成一个 序列 并且呢 指定 它为 主件 我就是复制为处 然后定义一个name列 它为 jnfield 就是字符串类型 并且指定 它不能为空 n等于处 同时呢 也必须复制 不复制的话 它在保存的时候是不通过的 然后是edge 就是年龄 我们指定它为antyfield 并且呢 给它一个范围 最小值 为6岁 最大值 比如我们复制为6 再定一个weight列 体重 应该为float类型 那么我们再定义它的最大值 比如我们指定它的最大值为60公斤 这样呢 我们就将 所有的列 全部定义完毕 那我们在定义这些列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 这些列的名称 以及呢 这些列里面 我们可以 给它指定哪些参数 比如说范围啊 组件啊 是否为空 以及呢 是否 必须复制 下面我们继续看 当我们定义完影射类以后 就可以使用影射类 实现增删改的功能 所谓增删改 就是像芒果数据库当中 添加数据 删除数据 以及呢 修改数据 那么增删改 我们就要 第一 首先实力化影射类 那么实力化影射类呢 有两种方式 我们在消失环境下 看一下 第一种方式 直接实力化一个空的影射类 这个空的影射类 也就是说 这些复制 都是要么是默认值 要么是空的值 那么复完以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指定值 由于这个UID 它是一个 所以我们不用给它复制 我们给NAM复制为MARY 给Edge 也就是它的年龄 指定为11 然后呢 VAC 指定为30.7 这样 这个对象 它就具有了 三个值 NAM又值了 Edge和VAC 分别复于一定的值 那么这个实力化的对象 我们就完成了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通过 这个 在实力化时 给它一个关键的参数 然后呢 一次性的复制完成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 来进行复制 UA 直接在这里面提供 关键的参数 比如NAM等于 Pony Edge等于 13 Wate 等于28.9 这样呢 我们就一次性的 将这些参数 全部 复制到这个实力化的内容了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要用影射类的方法 来实现持久化 那么影射类的方法呢 主要包括 这一个 sell 这样是update 然后是delete reload 以及 dropcollection 等等 但是呢 我们一般最常用的是 sell delete 以及reload 下面我们首先看 第一个sell方法 那么影射类的sell方法 就是实现 将数据 持久化到mongodb数据库中 在交互式环境下 首先我们将第一个 所建立的这个实力 保存到数据库中 就是直接调用这个实力的sell方法 这样呢 它就已经保存了 我们来看 u.uid 它会默认复制为5 因为在这个数据库中 我们在先前已经插入了一些数据 所以呢 这个自动复制为5 那么当然 我们要保存 uid这个对象 也直接调用uid u.sev 下面我们看 ua.uid 它是6 这是默认的自动增加的值 这是再无方法使用 非常简单 下面再看 update update这个方法 更新这个实力 在数据库中的值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调用u u.update 我让他的年龄 age 等于 13 我们来看看 u.age 他的值 是11 这个呢 就是因为在数据库中已经更新了 而呢 这个实例自身并没有更新 所以呢我们可以调用下面的一个方法 叫u.reload 然后再来看u.age 他就已经更新为13了 那么这是update方法的使用 就是直接将指定的列付给指定的值 update的使用方法还可以使用这样的形式 比如我让年龄增加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修改器 让他年龄增加2 这个地方啊 少打了一个下滑线 所以这个地方是两个下滑线 好 那现在呢 我们重新reload 看一下他的age 为15 就是在原来的值的基础上增加 两岁 就是rinc 这个修改器的作用 那么当然具体的还有其他的修改器 我们这里呢 算不做介绍 下面我们看 delete这个方法 只要我们调用 u.delete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对象从数据库中删除 那么这个对象就删除了 但是呢 他的数据 是存在的 这个数据呢 只是存在内存中的这个对象里面 在数据库中呢 就已经取消了 就已经被删除了 那么这是delete的作用 那么dropcollection就是指 删除当前的这个对象 所指的集合 从数据库中 直接把这个集合删掉了 这是 我们介绍的影射类 调用影射类的方法来实现持久化 下面我们继续看 用影射类来实现查询的功能 用影射类来实现查询的功能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对象 就是user.object user.object就可以通过它 来进行查询所有的user对象 比如 我们在交互式环境下 通过 对这个查询对象 进行迭代或者是切片 然后呢 便利它 就可以呢 将user这个数据库中的所有的对象 全部查询出来 另外注意呢 user.object 就是我们这里面所有的用影射类实现的查询功能 已经将数据库中的那些限制对 复制到这个user对象当中来 所以查询结果呢 为对象 比如我们就要用 切片它的第0的对象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user对象 所以呢 我们查询得到了是一个对象的实例 而不是呢 列数据 通过对user.object进行变利 我们可以输出所有的对象 比如 我们输出这个对象的名字 它的年龄 和它的体重 这样呢 它就将 这个数据库中 所有的数据 全部便利的 写出来 那么这是通过user.object 来查询所有的对象 当然 我们也可以通过切片的方式 来查询部分对象 其次 我们调用user.object 然后呢 再调用它的count方法 可以计算出 它的 这个 可以计算出所有对象的数量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使用 表示它有五个对象 那么同样呢 利用length这个函数 我们也可以进行测试 和count 是一样的效果 那么再有 那么表明这个user.object 应用了五个对象 然后我们还可以 使用user.object 点fight 来对对象进行过滤 比如 我们过滤 它的年龄为12岁 我们来看一下 测试通过刚刚的这个便利语句 object 点 8 我们过滤它的年龄 age等于12 然后我们执行它 可以看到只输出年龄为12岁的所有的这个对象 同时我们在object后面也可以在括号里面进行过滤 仍然执行这个隐句 我不用file 利用这种方式可以直接进行过滤 效果和刚刚呢是一致的 二方法就是用于返回所有的对象 它和直接便利user.object是相同的 然后呢 forst这个方法 它很有用 比如我们需要从数据库中查询到某条记录 但是查询的结果呢 是一个列表 比如 我们查询这样一条记录 他的体重 等于31.8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列表的形式 但是呢 我们明知道查询的是一个对象 他得到是列表 我们想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对象 此时呢 我们可以使用forst 比如 这样呢 我们就直接得到了这个对象 而不是这一个对象的列表 这是forst的方法使用 当然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还可以使用order by 那么也就是对这些 查询的对象进行一个排序 比如我们按照他的体重来进行排序输出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来运行它 可以看到输出 其中从小到大进行输出 这是order by limit 就是用于限制访问的对象的数量 比如 我们可以 这样来调用它 直接使用limit 我们只访问三条数据 这样呢 只能获得前面的三条数据 同样的scape就是用于跳过一些数据 我们将这个limit改成scape 我们跳过三条数据 然后呢进行查询 输出了两条 共五条 跳过三条 那么这是用影射类来实现查询功能 我们通过刚刚的示例可以看出 利用影射类来查询 来查询数据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呢简单容易理解 那么这就是利用芒果引擎来访问芒果数据库的基本方法 本节课呢我们主要介绍 芒果引擎的基础以及它的安装 使用芒果引擎的步骤 以及呢我们在交付环境下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实例演示 本节课的作业是了解什么是芒果引擎 第二芒果引擎的使用步骤是怎样的 第三你可以尝试使用芒果引擎建立一张表 并对其呢进行操作 以达到逐连掌握芒果引擎的基本使用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 再次进行操作 再次进行操作